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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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晟宇說 至今有大約600個私募基金來香港註冊 政府將會向私募基金提供資助計劃 及稅務安排便利進入大灣區 很多私募基金的投資對象 就是一些高新科技、大灣區 所以在這方面如果踏空條路 令到這些在香港註冊的私募基金 可以更加易合入內地 就是一個我們持續推進的方向 方案其實現在我們框架已經有了 已經宣佈了 現在是具體細節我們現在在討論 就很快都會公佈 部門明天開始放封口罩要求 在室外不用戴 大搭公共交通工具 進入醫療機構 探訪長者和康福院社就仍然需要戴 至於其他的室內場所和交通工具 當局說由主觀實體 根據空氣流通情況 和活動性質等的因素 只行評估和決定是否要求戴口罩 而在舉辦大型聚集活動等的特定情況下 例如托兒所和飛高等教育機構出現群組感染 或者疫情高峰期的時候 主觀實體應該要求戴口罩 三歲或以下的英教義 進入任何場所就可以不戴口罩 當局解釋 今次是考慮到 澳門近兩個月的疫情持續平穩 已作出有關決定 廣東省公安廳今年以來破獲了328宗 涉及偷渡和走私的案件 其中有百多宗是和本江警方聯合行動 廣東省公安廳說 在農曆新年前後 和本江警方展開反偷渡和反走私聯合行動 行動中兩地一共破獲151宗走私案 拉了350人 查獲1500多噸動藥 和超過5000萬支香煙 和大批其他物品 又破獲27宗偷渡案 拉了191人 當局又公布幾個典型案例 包括廣州市公安局 由上個月中到今個月初 接連拉了4個蛇頭和2名偷渡人士 成功倒破一個組織內地居民 偷渡到香港 從事法律灰色地帶行業的集團 珠海公安上個月22日 也都倒破一個組織越港海上雙向偷渡的犯罪集團 拉了7名涉嫌由香港偷渡入境內地的民眾 和一名運送他人偷渡的疑犯 而省公安廳在星期五 向6名舉報偷渡走私線索的民眾 每人頒發11萬到40萬人民幣的獎金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榮報導 20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結束 由於中國和俄羅斯代表 不同意有關俄烏局勢的描述 大會沒有發表聯合公佈 只是由印度發表主席國摘要 強烈譴責在烏克蘭發生的戰爭 一連兩日的20國集團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 星期六在印度南部班加羅爾閉幕 由於語會代表未能就描述俄烏戰士達成共識 因此沒有發表聯合公佈 輪任主席國印度只是發表主席國摘要 開述兩日會談並指出各國分歧立場 摘要說多數會員國強烈譴責在烏克蘭的戰爭 強調這場戰事造成極大的人類苦難 並加劇全球經濟原有的脆弱性 又說戰士令供應鏈中斷 金融穩定面臨風險 能源和糧食供應持續不穩定 據報美國同盟友要求在聯合公佈中 加上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字眼 但中俄兩國拒絕簽字 中方就希望在公佈中删走戰爭一次 印度裁長希塔拉曼強調 除了中俄之外 其他與會國家都同意 兩段涉及俄烏衝突的文稿 實際來自上年11月在印尼巴里 舉行的領導人峰會聯合聲明 德國裁長林德納 對中國拒絕簽署聯合公佈感到遺憾 而美國裁長耶倫就認為 絕對需要在公佈譴責俄羅斯 有議會代表說中俄不希望在20國集團這個平台 被用作討論政治議題 中國和印度對俄烏戰士的態度備受關注 俄烏戰士一周年前夕 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 譴責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中國和印度都投棄權票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兵說 中方始終主張各國主權 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 輸送武器不會帶來和平 現場衝突只會令到普通民眾付出更大代價 無線電視記者陳宇喬報道 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 新新聞時間 俄烏戰士踏入第二年 歐美多地掀起反戰示威 俄烏兩軍在烏克蘭東北部爆發激戰 在烏克蘭東北部哈爾科夫地區 烏軍瞄准俄羅斯軍方的據點 發射蘇聯時代的多管火箭 據報他們完成發射任務之後 會迅速離開 避免被俄軍偵察到位置 進行反攻 哈爾科夫局部地區仍受到俄方控制 有烏軍透露 沿著東北部戰線戰況激烈 據點位置每天都在轉換 寄望將來可以利用更多的先進武器 包括美制海馬斯火箭系統 抵如俄軍 俄烏戰士踏入第二年 德國首都柏林成千上萬的民眾 響應左翼政黨號召 到撥蘭登堡門參加反戰集會 高叫口號 要求以和談解決戰事 反對德國政府向烏方提供更多武器 以免加劇緊張局勢 甚至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主辦單位說有多達五萬人參加 警方就說超過一萬人聚集 動員一千四百警力戒備 禁止有人穿著軍服 揮動俄羅斯和蘇聯旗 唱俄羅斯軍歌和展示右翼標誌 又說現場沒有發現右翼組織的蹤影 有一小撮示威者在美國大使館附近聚集 將矛頭指向有份供應烏克蘭武器的美國 法國首都巴勒也有數以百計的民眾遊行 一邊高叫口號 一邊拉起巨型烏克蘭國旗 聲援烏克蘭人抵抗俄軍 有人呼籲聲討發起戰事的俄羅斯總統普京 紫克首都布拉格也有幾千人參加反俄集會 參加者中有不少人是逃避戰火 到捷克尋求庇護的烏克蘭人 他們表明支持同胞繼續奮戰 將俄軍逐出烏克蘭 外山尼亞首都塔林也有幾百人參加反戰示威 呼籲各界繼續關注烏克蘭局勢 在歐盟總部所在的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大約二千百人上街集會聲援烏克蘭人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仍用早前歐盟宣布向俄羅斯實施的第十輪制裁 是至今影響最廣泛的制裁 誓要加大力度向俄方施壓 美國也有烏克蘭人在華盛頓舉行集會 紀念俄烏戰士一周年 他們先在林肯紀念碑聚集 再遊行到白宮和俄羅斯大使住所等地 無線電視機者陳淑儀報道 德國總理索爾茨到訪印度 和總理莫迪談到俄烏戰士 據報德方有意出售潛艇 令印度減少對俄羅斯軍備的依賴 印度總理莫迪 星期六在首都新德里舉行儀式 歡迎德國總理索爾茨到訪 今次是索爾茨前年12月上台以來 任內首次訪問印度 他率領龐大商界代表團 希望加強德印兩國的經濟聯繫 之後舉行雙邊會談 索爾茨說莫迪承諾 盡快建立印度和歐盟自貿區 有傳媒說雙方目標在今年內完成相關談判 歐盟和印度一旦簽署自貿協議 將會加強歐盟在印太地區戰略 制衡中國在區內發揮影響力 搞到俄烏局勢 索爾茨表明俄羅斯正受到西方國家孤立 就算印度不支持也不要阻礙西方 莫迪就說希望透過對話和外交渠道 結束俄烏衝突 俄羅斯是印度最大的國防設備供應國 印度也有增救俄羅斯石油 莫迪政府沒有公開批評 俄軍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 路透社報道索爾茨這次訪問 希望促成價值52億美元的協議 向印度出售六艘常規潛艇 以減少印度對俄羅斯軍備的依賴 不過有傳媒認為短期內未必有結果 無線電視機者陳宇喬報道 北韓領袖金正恩再次丹麥個女兒 金主愛出席一項住宅區建設的電機儀式 金正恩昨天和女兒以及一眾軍員 為在平壤西埔地區新街建設項目 舉行凍土儀式 金正恩形容這項工程是創造奇跡 為平壤的北大門一帶打造四千多套套房 而超高樓層和不同形式的間隔住宅 將會組成一個洪偉街區和住房園區 並呼籲更多青年主動去到平壤參與建設工作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完成選拔 今年執行飛行任務的航天員人選 北京就舉行展覽、展出航天服、返回倉等的實物 今年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立行三十周年 國家博物館舉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三十年成就展為期三個月 主要展品包括天和核心倉1比1模型 至今已經有16名中國航天員造訪太空 今年將會有兩批合共6名的航天員執行飛行任務 在太空站駐留 當局說已經完成選拔 而因應未來航天員分工日趨多元化 也都由以往是空軍中選拔 現在就來自各韓國業 包括我們第四批的航天員還要面對港澳 那麼從航天的來源上也發生了很多不同的變化 那麼從總類上除了我們的駕駛員到工程師 還有載合專家 那麼現在我們的標準也好 我們的訓練的一些規章制度 都進入了一個承受期或者應用期 當局有說今年會全面實施登月階段的研製建設任務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 中國副美大熊貓專家組初步判定 女美大熊貓落落是死於心臟病變 還未專家已經完成解剖檢查落落的屍體 初步排除因為意外 包括腸瘤轉、肝臟腫破或者大量出血等致死 相信心臟病變是她的死因 專家組也檢查過22歲痴性大熊貓喀喀的體檢報告 因為她除了皮膚病 導致毛髮脫落之外 其他一切狀況正常 已經向美方受喀喀的治癢和護理 提出了建議和要求 也同時積極協調爭取早日將喀喀送回中國 洛洛在這個月初病逝 中年25歲 當地有動物保護組織曾經指控原方 涉嫌藥帶落落和鵬鵬 令他們營養不良 原方否認 大埔龍尾村瑞絲案 警方繼續在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墻 搜索死者蔡天鋒的其他殘肢 計算高財通之後 另外五類人才入境計劃 明天開始亦都需要申報任務案底 灌港旅遊葉佳琪 望下個月開始 港港旅行團會有明年增長 大家好 我是王仙河 大埔龍尾村瑞絲案 警方繼續在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墻 搜索死者蔡天鋒的其他殘肢 警方探員帶同攀身工具 早上去到墳場儲水池對上的山坡手術 警方早前透露 調查發現有被捕人士 在案發之後第二天 去過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墻 而案發至今 仍然未找到死者的頭顱和手 警方相信 死者前呼礦港治的爸爸哥哥 殺害蔡天鋒並且瑞絲 暫空兩人謀殺罪 至於他的媽媽知道行兇計劃 仍然調查他任務下手 暫空妨礙司法公正罪 明天上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至於死者的前呼礦港治 昨天下午準備搭快艇逃離香港 在東涌發展碼頭被捕 之後報稱不息 昨晚送到伊莉莎白醫院檢查 一艘漁船和快艇在西貢斬竹灣相撞 租成一死一傷 兩艘船今早近10時 在西貢斬竹灣 距離岸邊20米的地方相撞之後 有人墮海 說已被羅船長擊中 其中一個男人送去水警基地之後 證實死亡 另一個受傷男人就由直線機 送去東區醫院救治 警方正是調查事故喜恩 財政與孫安連續第三年派消費券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在本台節目講清楚說 退出消費券令到700萬人受惠 但動用的錢較多 每年派不太可行 我退6千元 即100% 最多6千元 就已經有70多萬人跌出稅網 換句話說 再加下去 都是100萬人受惠 但現在我的消費券這樣出 是700萬人受惠的 雖然現在復甦 但復甦力度都比較脆弱 希望透過這樣的時候 就給他們多些生意 不過這樣 消費券畢竟動用的錢較多 作為一個經常的項目 每年做就不太可行 財政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 至今日大約600個私務基金來香港註冊 政府將會向私務基金提供 資助計劃和稅務安排 便利進入大灣區 很多私務基金 其實它投資的對象 就是一些高層科技 大灣區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如果踏空條路 令到這些在香港的 註冊的私務基金 可以更加易合入內地 就是一個我們持續推進的方向 方案其實現在 我們框架已經有了 已經宣佈了 現在是具體細節 我們現在在談 就很快都會公佈 計告財通之後 另外五類人才入境計劃 明天開始也必須申報 有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入境處公佈申報規定 擴大至一般就業政策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非本地畢業生 漏港回港就業安排 以及輸入中國籍 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 入境處重申 一直嚴格審批每一宗申請 並會不時調整工作流程 以及檢視申請所需的資料 曾經因為基因編輯胎 被判入獄的內地科學家 何健輝 早前獲批高財通簽證 政府之後說 話以有人虛假陳述 入境處處長宣告簽證無效 並要求高財通申請人 必須申報是否有刑事定罪紀錄 香港和內地恢復全面通關之後 香港旅遊業議會日前組織近50個業界代表 去到廣州考察 業界期望下個月開始 訪港旅行團會有明顯增長 由黃慧芝在廣州報道 香港旅遊業議會代表團 由西九龍站搭高鐵到廣州東站 先體驗站新的無票入閘系統 我們都好像 好像剛剛去大鄉里出城的感覺 因為太久沒有坐高鐵了 代表團行程主要是參觀廣州的活化 保育景點 首陣去永慶坊 其後到太古倉碼頭 和花園酒店 最後和廣東省文化及旅遊廳代表 和當地的業界交流 有廣東省旅遊業界指出 目前到香港的旅行團以主題活動為主 海洋公園、國務館、故宮國務館 這些主題活動的旅遊團 所以我覺得旅遊團 在現在自由行這麼便利的情況下 跟團一定會有一個目的 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出 目前入境旅客數字 只是恢復至疫情前的大約兩成二 每日平均四萬人次左右 內地團每日平均在20團以下 旅遊團來說 可以這麼說是剛剛開始 是未起動的 因為我想都要時間 旅遊團要籌組 還有要簽證 我們都覺得是三月開始 我們期望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增長 香港旅遊業議會誘惑 未來會進一步 和廣東省民旅部門和企業合作 在香港舉辦更多具特色的品牌活動 和民旅推介會 和組織更多到廣東的考察團 積極推動越港澳大灣區 整體旅遊業的發展 無線電視記者王偉智在廣州報道 美國傳媒報道 美軍一架巡邏機一前 飛近南海西沙群島上空 被解放軍戰機警告 雙方的戰機距離一度只有百多米 另外解放軍兩手部衛艦 更有去到南海進行武器演電 包括對空防禦和對海打擊 美國多間傳媒的記者 星期五登上美國海軍P-8巡邏機 由日本沖繩加手納機地出發 在南海上空大約兩萬一千尺飛行 飛至距離西沙群島以北近50公里 接到解放軍以英文發出警告 幾分鐘後 一架配備空對空導彈的解放軍戰機 在美國軍機左邊出現 雙方距離一度只有大約152米 美國記者甚至可以用眼見到中方機師 基美上紅星標誌和所配備的導彈 美軍機師之後向中方廣播 說他們打算向西飛行 希望中方軍機也都向相同方向飛行避開 中方軍機沒有回應 半飛美國軍機15分鐘後離開 美國傳媒又說 同日美國軍機附近出現一艘中國軍艦 相信是導彈驅逐艦長沙艦 中方發出警告說美國飛機低飛正危害軍艦安全 也不得靠近沿岸12海里的中國領空 美軍就說會保持安全距離 內地環球網引述相關報道 說美軍軍機帶上記者揣擾南海 被解放軍戰機警告驅離 又引述中國致富的數據 說美軍在上個月一共出動64次偵察機到南海 外交部多次批評美國 頻繁派艦機在中國周邊偵察 是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挑釁行為 就在南海局勢升溫之際 解放軍出動兩艘護衛艦 巴燕納爾艦和綿羊艦 近日在南海進行為期五日的武器訓練 演習無意接到戰鬥指令 先根據敵方行動發射幾枚干擾彈防禦 之後展開打擊任務 鎖定和跟蹤目標後 發射幾發炮彈將目標擊毀 並組織巡邏警戒訓練 軍方說期望透過訓練 嚴格按照大綱要求 從難從嚴碎練隊伍 無線維持記者封耀明報導 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聞時間 治療罕見病 脊髓肌肉萎縮症的新藥 正式被列入香港日文明辰 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的脊髓入面 流失一種名為運動神經元的重要細胞 令到他的肌肉逐漸衰弱 嚴重影響生活 基本上大家能夠做的治理 行走所有事情我都做不到 我都很希望透過這隻藥 能夠去延長我們的能力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會宣佈 新藥服脊納正式獲列入香港藥物明冊 說是一種針對脊髓肌肉萎縮症的換解療法 目的是製造更多功能蛋白 改善患者的肌肉運作 幾位小朋友其實參加了藥物的臨床抄試 肌力是有明顯改善 其中一個小朋友本來是不懂得走 以至可以自己走到超過10步 月早開始治療 對SMA的患者的活動能力 是有明顯的改善的 進入食藥就方便很多 第一不用入醫院 第二因為我本身疾處疾彎 做過手術 如果我下第一隻藥 我要在脊骨裝一個棍 其實長遠都會有感染的風險 基金會又說 脊髓肌肉萎縮症是兩歲以下兒童的 全球第一大遺傳殺手 本港現時的兒童患者大約有30人 醫生建議準備生嬰兒的父母應該做抽血基因檢測 找出隱性打因者 如果發現生生嬰兒有行為上的遲緩 應該馬上就醫 無線電視記者 梅惟宜報道 據報內地有銀行將戶口交易限額降低到每日5000元人民幣 有銀行回應說是為了防範網絡詐騙 注意北京記者陳出康報道 近日傳出北京的銀行對內地居民一類戶口實施交易限額 對非櫃面渠道設立每日交易限額 即是透過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櫃圓機 以及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工具進行交易 每日的上限是5000元人民幣 肯定麻煩啊 因為存款沒有這個要求 你取款有這個要求 本來這應該就是方便才會去做這個事情 如果搞得很不方便的話 那這個就沒意義了 那放在家裡更方便 就說這是我的 我應該怎麼支配由我來決定 對百姓來說一般也夠用 因為有時候你做生意也好 或者是朋友之間借款也好 這肯定是不方便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但是這個也應該有一定的管制 我們嘗試用內地銀行的一類戶口 進行網上轉賬 連續兩筆超過5000元都成功過數 沒有受到限制 多間銀行的客戶服務人員 回覆內地傳媒查詢的時候承認 對非櫃面交易額度作出調整 主要是為了防範電信網絡詐騙風險 響應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卡實行分類管理的要求 其中建設銀行說措施只是針對新開 以及長期未使用的帳戶 變身國際大都會 成為奢華的代名詞 更加是富豪混雜之地 三百多萬人口 住了超過二百個億萬富翁 雙人加西卡利姆就是其中一個 身家有至少十幾億港幣 走進去距兩層高近二萬呎的家 水晶吊燈 手織地毯 款款專門訂製 這裏可以招待近二百五十個人 整間屋有十幾間房間 一個不小心很容易就走錯路 上落不用走樓梯 通常坐電梯 行溫的泳池和按摩池是標準配置 名車都有幾格 在迪拜要行兩個人是否有錢 除了可以看他有多少個車 有多少個樓 還可以看他有多少棵樹 在迪拜這個沙漠國 有一棵這樣的大樹 每年成本就差不多要三千元美金 伊朗裔的卡利姆造影樓起家 之後轉行賣阿拉伯傳統服飾 再涉獵珠寶和首飾等等 商業王國遍佈中東 旗下有近千個員工 卡利姆十幾年前 三十四歲的時候就賺夠退休 但財富對他來說 不單止是錢有多少 一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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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世界 在狀況 在台湾可以看到紫座金迷的另一面 来湖穿梭的有富豪的游艇 还有水上的士 在阿拉伯文叫做亚布拉 每程只需要大概2元港元 驾船的都是外勞 马哈马近30年前 一个人由曼加拉来到迪拜 月身有1500迪拉姆 即是大概3200元港元 给曼加拉多成一倍 但每个月要寄钱回乡下 给太太和两个年幼儿的子女 每天要工作18小时 打数、收钱、握船、一脚踢 每逢夏天就更加辛苦 午餐就只能够这样解决 疫情期间游客绝绩 他们收入就更加少 一天甚至只吃一餐 对这班船夫来说 迪拜就是他们赚钱的地方 他们最大的梦想 就希望可以赚到 一把小小的积蓄 回去家乡生活 不希望因为钱 而再回来迪拜 母线电视机就在中卓熙 在亚联游直快报道 日本西九州观光列车投入服务 为当地增添一条短途旅游路线 一起看看 4047号列车 号码前加上两个星 代表位于九州的坐货园和长崎园 这两个地方就是那列火车要去的目的地 途中还会经过有名海和长崎港等地 列车会在夜晚抵达母红温泉 被旅客在温泉旅馆留宿 白色的车厂配上金边 非常之抢眼 列车一共有三个车厂 头尾都是乘客座位 中间就是餐卡 车厂的设计充满古典气息 餐卡的布置就仿佛温泉旅馆的餐厅 乘客可以一边看风景 一边品尝当地的名酒 以及享用九州的地道美食 这列火车每日自开一班 而且只在星期五到星期一行走 贯彻日本人贵精不贵多的精神 无线电视记者曼希迅报导